好 我们今天讲解的内容是主要围绕软件仿真进行讲解 好 我们看看在Q4下面如何进行有效的软件仿真 而不需要借助于开发版等实际开发环境 这样有利于大家在初期的时候进行一个比较好的 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学习环境 而且容易理解这个问题 好 在讲解之前我首先说一下本人的一个授课的几个原则 第一 我认为授这个学一定要致用 学习这个知识一定是未来这个能够使用出来 这是一个原则 也是我围绕这些知识点一定是学以致用的 学了之后马上可以用到 那么这个也是中国人的一个通病 学习的通病 你像很多这个高大学之前的学习 其实很多学习 都是学习的这个十七八世纪的之前的东西 学了很多东西也没什么用 用的也很少 相反我觉得这个计算机和这个外语 在这个还是用的稍微多一点 进入大学之后也基本上很多老师也要停留在这个比较老的知识上面 比如说这个十九世纪七七八十年代的这个知识 我相信大家学了之后一定还是有能够发挥作用 马上能够应用到这个实际的工作场合里面 这是第一个原则 讲这些什么东西都是为了用 包括学习Cortex里面 也有很多无用的知识 我在这里就用的很少的就是 我在这里也不会进行详细的讲解 只是一一带过 主要是为了学习自用的这个原则 第二个就是循序渐进 那么循序渐进就是本人安排这个课程的一个原则 第二个主要原则 那么我安排这个课程通过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些方式 来让大家逐步深入的了解方方面面的这些需要用的知识 我在整个讲解的过程中 也会有意或者无意的出现一些这种错误 或者说出现一些碰到一些问题 这不要紧 主要是在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 让大家也能够亲身经历一些这样子 看看我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这样子也是去采取这个循序渐进的一个学习方式 而不是我直接把这个问题 把这个答案直接给你 而是中间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给大家一起来进行解决 第三个就是我力争讲的比较透彻 毕竟我有过这个十多年的这个开发的经验 而且了解很多款这个ARM芯片 和这个操作系统在讲解方面还是力争讲的非常透彻 我会把这个从51到这个ARM7到ARM9一直到Cortex的整个一些本质的东西都讲出来 第四个就是触类旁通 这个触类旁通我提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在讲STM32芯片的时候 我们往往不只是紧紧围绕这个STM32来讲 而是我们会联系到整个Cortex的这个家族 联系到整个ARM芯片的一些共性的东西 包括联系到单面积这些共性的东西 那么这样子的通过一些共性的这个了解 而我们能够提升这种对芯片 对芯片开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宏观的这个认知层次 那么这样子触类旁通对学生有什么好处 这个好处非常大 我觉得这个触类旁通通过一个事情去衍生到相同的事物 大家都会这么做这种旁通的能力 那么就有一生二二生三 这样子的一个方法 具备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之后 那么对以后参加工作的时候 你会觉得学起来会越来越轻松 做签是越来越轻松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去联想 可以去引申 这就是授课的第四个原则 而我们下面的授课 也是采用这样的一个原则 整体的原则 那么力争通过这个 通过这样子的一个阶段的学习 使得大家对这个STM32有一个非常透彻 而且非常高的层面去认识这款芯片的开发 好 我们下面接着讲一下这个软件仿真是如何开始的 首先第一步 我们在上一次这个工程里面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上个工程里面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我们这次建工程也有所不一样了 然后命名为删 好 把这些东西删掉 当然也可以不删 我这里删就是告诉大家怎么重新建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有了这个前面讲的这些必要的新文件 对吧 start 启动方面的文件 用户的文件 还有lib could的文件 could的文件 有头文件和原文件 好 这里都有了 还有out list 这些都是输出文件 我们不需要关心它 这不需要关心它 到时候我们它会被这个当系统这个Q4进行编译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更新 好 所以我们暂时不用理它 好 我们接下来看怎么创建一个这样子的工程 首先我们进入到这个Q4的这个开发环境 好 我们在这里面选择new project 我们选择3 我们在这里面 比如说我们同样的选择test软件仿真吧 我们叫做simulate OK 这里选择也好 不选择也好 都无所谓 你比如说我不选择 但是没有选择 没有选择 没有关系 但是这里有这些东西 对不对 没有关系 好 那么没有关系 它就是启动代码 它没办法出来 对不对 没办法出来 那么我们在这里 还是建议大家 不要这样做 还是建立一个带有 带有这个 首先要指定一个这个其中这个文件 我们还是选择这个 我们选择好设备 这边随便选 不需要 我们在这里 这个 选择这个一些配置 我们的配置哪些东西呢 我们配置一个 它的这个output 选择这里 选择它的list 输出的list 放在这里 OK 然后金正是八兆 这没问题 都没有问题 好 include the file 我包含着这个路径 选择这个lib 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径呢 然后还有没有其他的路径呢 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其他的你比如说 用户里面啊 还有start里面 假定我们这些 这都是我们 用户自定义的一些这个工程路径 好 ok 接下来我们再对这个工程进行管理点击这个对工程进行管理啊 啊 啊 上去这个我们选择第一个user 啊 用户的 选择 ok 选择第二个 嗯 start 这个可以自己命名啊 第三个 这个 不 say �aux upset ok 添加 在start里面添加usern ok 添加进来 关闭 在start里面添加 注意start里面应该 很多都是会编达嘛 所以我们这里 把这些.s文件也添加进来 Libc里面我们也添加进来 在Lib里面 C里面我们全部添加进来 那么全部添加进来那会比较多 我们添加一些必要的 哪些必要的呢 我们来找一下 比如说我们今天想做这个 GPRO方面的 这是我需要添加的 还有一个 主要是GPRO的 还有一个Libc的 好 我们先把这两个添加进来 添加进来再说 对吧 添加进来再说 OK 好到时候我们在需要用的时候 我们再来添加其他的这些库文件 这里有将近二十十多 将近二十个库去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全部添加 添加进来之后 全部添加进来 当然是没有问题 但全部添加进来之后会变得什么 非常的多 到时候变印的过程会非常长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这是我们软件仿真 我们再来试制一下 我们这个仿真的这个 仿真的这个类别 debug 我们使用点击这个 表示我使用 使用软件仿真 这里可以设置 也可以不用设置 这样是 好 我们就点击OK 我们已经选择了软件仿真 那么接下来 我们开始编写相应的一些程序 那么这个相应的程序里面 我们看看 我们先编译看能不能通过 他告诉我不能通过 不能通过是因为rcc-appr没有 他说是在gpio-gpio.o的文件里面 就是在这个文件里面用到了rcc 用到了rcc这个东西 rcc-aipr 那么没有用 没有 没有那怎么办呢 我们把这个加进来 我们在这里面直接添加add file 到这里来 也是我们缺少这个rcc方面的一个文件 我们把它加进来 我们到哪里加 同样是到这里来加 我们添加一个rcc的.c文件里面 这个文件在这个里面有 如果我们不信的话 我们可以到这里面去找 我们查找一下rcc 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库rcc叫做appr 好 我们先就这么找 我们去找一下 rcc apprcc 还有parify parify reset I S E T A Set CMD 我们来去找这个 就在这里 在这里面就有了 就是这个 这个酷函数 这个函数 那么这个函数里面我们就有了 找到了 我们这样子对它再进行重新编译一下 这时候没有错误了 错误编译成功了 那么编译成功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个里面可以找到相应的 这个 输出 output的输出具有了 比如说我们精进的输出 pxf文件就这个 那就是 这个具有了 那么我们软件仿证仿证什么东西呢 我们在命里面写几个程序 我们首先写几个简单的程序吧 这个程序怎么写 我们在这里讲一下 首先我们来在这里看一下这个参考手册 这个参考手册我们打开到这个第五 这个第五部分 通用与复用功能 iO 那么这个里面我们首先来谈到这个GPIO 什么叫GPIO 就是一个英文单词就是 general purpose imput and output pin 就是一个通用的一个 O口 那么通用的O口 在 单面机里面 五月单面机里面 我们也是用到过的 单面机里面有 有多少个O口 有P0 P1 P2 P3 有四个O口 每个每个O口 每组O口 有八个引脚 P 比如说P0 端口他有P0.0到P0.7 那么这些就是GPIO口 同用的输入输出口 好 那么在这个里面 我们管理这个同用的输入输出口的时候 它是有一些寄存器来管理的 你比如说 它这里面有很多寄存器 他说每个GPIO端口 它有 有哪有多少个 有两个32位的配置寄存器 这两个32的配置寄存器 叫什么名字 叫做这两个名字 GPIOX-CL GPIOX-CLH 有两个这样的寄存器 那么这里面 注意这个X是一个通用符 通用符什么意思呢 我们这个 我们学的这个是STM32103VC6 对不对 那么它有多少个RO的 多少组RO端口 它有五组 它有GPIOA GPIOB GPIOC GPIOE GPIOD GPIOE 那么这个X就代表A B C D E这几种 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X 这里注意 这个说明说很多地方都X 它是一个通用符 在这里 好 第二个 它有两个32位的数据寄存器 GPIOX-IDR 好 这个是一个输入寄存器的 这是一个输出数据寄存器 好 才可以对端口 锁定 那么也就是说 它有这么多寄存器来进行管理 某一组 这个端口 好 那么这个一共有1234567 一共有七个寄存器来管理一个RO口 对吧 管理一组RO口 那么这个比DAMG好 比这个ARM7好 就显得比较更为复杂了 对不对 更复杂 因为它这个多 那么多有什么好处 它的管理更为灵活 根据不同的这个应用情况 它可以进行更灵活的配置 这就是它的最大的优势 好 那么我们同样的这个里面有没有定义的事件 这个我们找到这个固件函数库里面 我们同样的找到这个GPRO口这边 我们会发现它是有定义的 我们在这里面找到这个同样的这个RO口 他说这个同样的GPRO口啊 他这个文件在stm F10X-MAP.H里面进行了一个定义 而且这个定义啊 他定义了这些东西 你比如说定义了CL CLH IDR ODR BSR BRLCK 好 那么这里跳也是7个 也就是像这个 刚才我们讲的这个 那个硬件说明书里面的7个计算器啊 在这里面也全部进行了定义 也就是在这个MAP.H里面都定义了 定义了 那么这就说明一个什么事情 我们不需要去重复定义了 我们只要引用这个文件就OK了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里面也对这个 里面这个每一个寄存器 对应的是什么内容进行一个说明 这个我们在专门在GPL口的这个内章在进行讲解 那么也就是说他对这些东西进行的定义 并且他的定义的这个硬式的地址啊 他也表示出来了 好 我们有了这些技术的了解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去编写程序了 然后我们来写一些程序 我们已经把钱把后面这些东西都引掉了 对吧 都引掉了 那没有关系 我们都引掉了 好 紧接着我们来干什么呢 我们来写一些程序 我们就在这里写程序啊 我们引用了叫做立不点H 我们看看我们能这个立不点H 找到立不点H 立不点H里面又包含了什么 他把好多这个点H也包含进来了 那么他包含了这个 1.xmap.h 我们刚刚说明书上讲了什么 他是在这里定义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他 有定义 我们在open 定义到这里来 打开这个文件 我们就找到这里面就有了 这里定义了很多 对每个模块都进行的这个完整的定义 还包括有定义的这个 GPLA GPLB 是不是都有了 都有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了嘛 首先我们来使用 我们假如说我们就用的A单口 我就写一个GPROA单口 哎 你看我们这里有定义了 GPRO单口了 而且定义的它是一个地址 对不对 那么它这个是个指振型的地址 那么它 的什么 一个计程器的一个有几个计程器 我们看看啊 又 我先随便改一下它的计程器内部 我先随便改一下它的计程器内部 它说这个计程器是一个配置 32位的配置计程器 那我就配置一下嘛 我配置一下 我配置它全为00 啊 GPL 00 还有它的这个其他的 CRL 还有CRH 我把它全配置32位的嘛 我配置全位 FF 四个 啊 4832 对不对 8个F 可不可以呢 哎 这应该也是可以的 我们来编一下 好 编一下之后 通过没有问题 那我们现在想去执行运行一下 我想运行的这个目的是什么 就是我想看一看GPL 啊 它这个计程器啊 和这两个计程器 是不是被我这个程序修改 比如说它芯片内部的这两个计程器 能 是不是被我程序来修改 那我这个时候 我就需要用到这个程序去运行 对不对 那么运行它 我们这里讲第一个 我们就开始讲什么 啊 讲这个软件仿真 好 我们怎么软件仿真呢 啊 我们在这里点击这个 点击这个 啊 start 啊 stop debug 点击这个debug 好 我们就进入到debug 好 debug 在他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介绍 他一开始的时候啊 我们就会发现它上面是一个 啊 汇编代码 哎 这下面是一个c代码 哎 这两个代码是重叠着啊 也是说 它实际上 机器在解释这个指令的时候 是实际上是一条语句啊 你像这一条语句 它对应的相当于这三条代码在这里面 啊 如果你们学完汇编的话 你像我们这个前面有一个 这个深入学习啊 里面是讲到了汇编的啊 那么你可以看得懂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解释一下这个 进入到这个调试界面 大家会发现哎 这个调试 你仔细看一下这界面 有变化 多了一行这些东西对不对 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是起到什么 什么作用呢 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 第一个这个就是reset 这个就是复位啊 重新来调试 这个叫做run 全部运行 啊 啊 它运行到断点 维持 你比如说我在这里设立一个断点 它都 它把运行的时候 就会运行到这个断点 啊 这是这是这个运行 运行到哪里 运行到断点维持 好 然后接下来还有几个按钮 这个是执行 这个是这条执行是单不执行 这个执行是什么 遇到函数也会执行到函数里面去了 那这个也是单不运行 但这个还这个 单不运行是遇到一个函数 把这个函数当做一个语句 全部执行 这个是从函数跳出 这个是执行到这个鼠标所点击的地方 也就是你这里鼠标点击的这个这个光标啊 指示的地方 它就执行到哪里 啊 这些工具也非常有用 然后这边还有几个 几个 这些东西 什么command window 你看 我这里打开 这里就有command window 啊 这个命令窗口 在这里就是一个command 对不对 啊 还有这个 discipline 啊 discipline window 这个就是什么 会变窗口 也可以把它关了 对不对 啊 也可以把它打开 你把它关了 啊 你不需要看会面就可以把它关了 这是一个 simble window 是一个符号窗口 啊 观察一些符号的 一窗口 你比如说在这里 一些符号 什么符号 就是继承器内部的一些状态 啊 大家可以打 自己打开 可以看一下 一些符号窗口 好 我们也可以把它关闭 打开 那么这里还有一些 这个是这个 寄存器的窗口 然后还有一个其他的 比如说 这个关于window的窗口 就是一个 呃 内层 查看的一些窗口 这里是内层 这是一个 呃 观察变量的 那是内层的 等等 这里还有serial窗口 这是呃 窗口打印的一些窗口 啊 你看我在这里 窗口打印的窗口 啊 这里都有 那么我们要用到哪个窗口呢 我们在这里来 我们现在是想看到GPL A的 这个 呃 这个 这个 这个模块里面的CRL 计算器被我改成00了 是不是 然后这个GPL A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模块里面的CRH 计算器被我改成FF了 啊 我希望了解这个就OK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点击这个 啊 点这个 我们在这里选择 GPL 选择这个A 出来了 那么我们这里看看CR GPL GPL 这个CRL 在这里 全部是44 GPL 这个CRH 在这里 全部是4 我们来运行一下看看行不行啊 我们来单步运行 哎 我们发现这里 C GPL A -CRL 全部是什么 变成00了 发现没有 全部变成00了 然后 GPL CRH 我看变了没有 这里全是44 哎 全变成FF了 那么也就是说我GPL 这个模块里面的一些引脚 这里几个计程器 CRH CRL 已经被我改了 还有IDR ODR LKR 我没有去动它 对不对 我没有动它 那么这里面 一共几个计程器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共要用到 CRL CH IDR ODR 是吧 还有LKR 这里都有了 LKR 唯一的就是这个 BSR 和BR 在这里没有体现出来 但是我后面 专门讲GPL 的时候会提到 这两个计程器 跟其他的一些 功能是重叠的 那么我们会发现 我们通过这个单步 仿真之后啊 程序仿真后 我们发现 我们对这个模块 里面的计程器 都进行了一个 正确的修改 对不对 那说明我们这个程序 得到了运行的这个结果 那么至于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代码是 执行些什么 什么含义呢 我这里暂时没有任何含义 没有指定什么特定的一个 为了一个完成一个 什么目的 就是想把它 进去改一下而已 这里我们都打到了目的 这就是我们一个 软件仿真的一个效果 好 大家通过这个 今天这个学习 对这个东西进行了一个 初步的了解 我们后面还会继续 不断的深入了解下去